我们现在来沈阳 然后下午就去丹东 然后明天就从丹东去朝鲜 大概是一个四五天的行程 然后这一次我们还是会有朝鲜的导游带着我们 然后我们里面会尽量提我们的要求 说想去到一些人的家里 然后看他们一些餐馆 还有他们的一些平时生活休闲的地方 所以到底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朝鲜 我们也不知道 好了 走吧 你在这干嘛 现在几点钟了 现在下午四点 四点 四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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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们那个刚到丹东 就是出站口 然后那边看到秋里的湖南老乡了 嗨老乡 然后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吗 说问丹东有没有就是我们的观众 然后有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去放心里 然后去找他吃饭 然后那个我们很顺利的来到了 不知名的地方 对 然后我们也是订的民宿 昨天也是订的民宿 哪里的 秋里定的 秋里可以高 多少钱一万 大姐说 你三百亿订到我们家 真的是再也不可能更低价格了 我说我可不可以不通过平台 下次订你比较便宜 他说你下次要能定到三百亿 我就服了 我问他 我说有没有自动的那种门吗 方便 然后他立马甩了一套房子给我标价四百 然后说要不你换这套吧 不加你钱 然后我看了一下的时候说好那换这套吧 然后这个时候小胖子说那我要能看到姜的 我问大姐说有看到姜的房子吧 大姐又帅了一套给我 就是这一套 他说这套哎 这能看到姜吗 下头了就能看到姜 对面 对面 对面可以看到朝鲜 属于叫新益州 他说可以看到别人彩蛋 看到姜还是葱 新益州那个地方叫朝鲜的 所以就朝鲜最北边的那个 和丹东天狼的 这我们房东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朝鲜了 这我第一次看到朝鲜 哇 这么近的 这朝鲜的威华岛 前面是新益州 新益州有点起雾 这威华岛啊 前面这个白色的小房子啊 这个叫将军村 也叫将军别墅 这全是朝鲜高官在那住的 就这一片 对 前几天你看现在 就是这面是市的 头两天发水 这水啊都倒雅鹿酱桥这块了 就是不是倒雅鹿酱桥 就倒这个路上了 现在是可以的 对对对 那叫防洪霸 刚刚几号霸门 几号霸门就是从里面来的 哦 那里边这一层 发水的时候 你看前面的楼不安全 咱这块很安全 哦 国家都有那个边房 前面这个房子多少钱 房间 前面那个房将近一万平 只要是这地方 对 只要是看这样的房子 好 上万 那三万 上万 上万 那咱这个房子呢 咱这个房子 当初我买16万5 现在这个房子是50多半 走了 因为我这个是顶层 不像人家那么值钱 哦 不过这边确实是 明天你从那个桥过去 就是前面那个雅鹿酱桥 哦 就从那个桥过去 那个是主桥吗 过来过来 那一大 那一大片就是西伊州是吧 对那一大片是西伊州 你们商量是平壤 你们商量是平壤 嗯 嗯 你会说海语吗 哦 不会说 我叫你一句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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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还会了吧 你好 哈哈哈 你是就是朝鲜族 不是 我是汉族 我那时候经济危机的时候 我在朝鲜买了10套房子 那时候就是从80降到60啊 降到40 房价就跌了一半 就等于跌了一半 然后等到那个房价又涨上来的时候 涨到60啊 我就给卖了 卖了现在34套房在韩国 也就是说我在韩国哈 每一套房呢 就是我们在韩在韩国买房子 属于有那个土地的 嗯 在用土地70年使用权 就不是永久先使用权 也就是说一套房 20平房子 在韩国是拥有5平方的土地 我在韩国又拥有20平方土地 韩国有这么大的地面 就是我的 哈哈哈 挺好 那我们有机会 你们你知道在韩国吗 最近呢 因为我那时候上韩国买房子 要永住全是为了我儿子 我儿子就学习不好 然后给他弄到韩国去 他带了半年 他也不带了 然后我们那个就回来了 现在有时候 他上韩国去看一下那个房子嘛 已经是中介管理的 那现在身份还在吗 没事 因为我的房源在那块 房源在 只是孩子的身份就不那么不像我那样 随时可以进出了 然后咱在韩国 也是有增了八点四分增的 嗯 那挺好的 他那个就是是烟囱吗 那是工厂 对 工厂 哦 你们哈 就是他们的工厂 对 朝鲜的工厂 就是咱在韩国哈 这边你看 你看他们的铁丝网 就是说朝鲜人不许随便过境 要是平时 骑身车的到边洗衣服啊 有船呢 都能看见 看可清楚 今天天有点晚了 如果明天早上你们能起早的话 你可以天气好 有太阳可以看到日出 就这个房子 能看到太阳这些从山上升起来 那时候你拍个照片给我 我来啊 好嘞 哎 那那边飞无人机的话 这样飞过去 能飞吗 那是那边还有那个 能飞过去啊 那是有边房 跟他守的 你这个不是说 因为这 这个地方哈 没有什么就是 你可砍探的 砍探 真一模了然 你们看到前面那有一个房子 就是现在我手指那个方向 嗯 那个哈 就因为盖了那个房子 希望咱中国哈 建议一个一呢 哪个房子 那个单独的那一点点房子 对 因为怎么咱就是朝鲜哈 四年前 加上现在就是三整年了 咱家有个客人 没事就在我这个房子里 看 我问看什么 我这个地方都拔平了 拔平了 该500个圣台大棚 这500个圣台大棚 一个都是 就咱说 急欠礼藏那种 然后给他们 叫他们 把设备也弄过来 就是 还有 人工都弄过来 交了保证金 他一开始交四十万 后来为了说是栽兰 几个大棚 结果叫了 总共叫了三十万 叫了三十万 又叫十万 然后又叫了五万 是叫几万的 嗯 这个钱到现在没要出来 而且不过 就是相似 主要是说这工程是正的 他找了那么多 给姑娘找婆家 找了很多人 他骗了很 中国人很多钱 就是刚刚说 马上都该敞房了 马上要进场地了 就那个地方 就对面 就白白的这一片吗 不是白白的 白白那是水 就是白白的 第2号 那不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吗 就有一条 房子那样 对就那个 现在就不怎么明显 冬天时啊 就特别明显 你 你 不得了 不得了 在海 我 有什么 我 在海 在海 那里 都不得了 我 不得了 都不得了 美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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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回来之后有没有可能在丹东这一边 找找他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门口 我们去跟谁会面 先进 那边就长线了是吧 那边就是啊 我不是这么长线 那烟囱 对 只是有烟囱 苍年不冒烟 没冒过烟 没有 我是没见到冒烟的 也不知道对面干什么的 对面有对面有个船草 有个船草 你看那片小房小白房白蓝相见的小房 看下来那片黄板 那片黄板 你等会上你绝里看 它是那片新义州最好的粉店 新义州 对面是新义州 那边盖了起来高层 那就是在中国人里 抱歉 哦 中国人是建的 介绍他也不带一个牌子 表示他是朝鲜的 不是 这是他们的一种专送 就像咱们以前配戴毛组 那个像章一样 他必须要带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信仰啊 所以可以很轻松的区别看了 这个是什么 我们应该带上 嗯 这个是什么 现在是他的样子 哦 明太渔 哦 我们现在叫阿里郎 对啊 还叫阿里郎 对 服务员都是朝鲜 对他们都带那个会章 没过来真是没感觉 过来也就是 过来也就是 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就是朝鲜 哦难怪叫阿里郎 这个店应该 看了很多店 看了很多店 中朝有业 敢见证 今天 刚刚刚一起啊 对 不是老师出的过来吗 这边 对 对 对 哦 这个店是和朝鲜有关系吗 就不知道了 嗯 阿里郎 是朝鲜的 对 他们的原 应该是一个小鲜的 反正他们手机品牌什么的都叫阿里郎 手机电视都叫阿里郎 应该是个蛮有特殊的意思 可以问一下这个姑娘 阿里郎是什么意思 我最想吃的是这个 这个 想得像驴打滚一样的 啊 打糕 这个好吃 选 米肠 哈哈哈哈 因为青岛也很多 因为青岛就很多韩国人 然后还有朝鲜竹 基本都是 我们朝鲜 它在生物习惯 全都是一样 是 一家人是吗 有人跟我说说你们是去丹东吃黄蜆的吗 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 你们的说法 嗯 实际上就是它的品种是类似于就像青岛嘎拉一样 只是这边特有的 这边特有的 它分季节吗 但是黄它分季节吗 哦 嗯 也不分季节 一年 一年都有 但是有的季节都比较便宜的 冬天比较便宜的 市场上这个多少钱 今年特别贵 因为我朋友这篇美金店 就是费什么 不能哦 十几块钱一斤 今年已经涨到了三十多 好像将近四十一斤 我们看到产量特别少 那确实好 产量突然特别少 突然特别少 哦 这个鸭绿江这个资源是朝鲜那边也可以弄吗 他们也可以打鱼什么的 可以打鱼有界限的 最后有些东西 刚才我们问这边朝鲜姑娘 他说阿里郎是什么意思 阿里郎就是爱情故事吗 他说是一个爱情故事 这个都不知道 一个米加一个叉 一个叉 这个我们今天因为很巧的是 我擦一下嘴巴以后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现在进入单冬时间 我们今天去那个沈阳故宫的时候 说有一种特色的满足的食物 然后我们问说还能吃到吗 说这个可能然后反正还挺巧 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就有点这个炒茶 我觉得我读的好像很奇怪 怎么写那个茶 一个米加一个那个叉 哦 叉吃的叉 一个右中间一个点 分叉的叉 哦 它是玉米发酵的 其实还挺好吃的 这几个 只有单中有 这个炒出来一点就没有酸味 原汤的那种有酸味 还挺好吃的 你们尝一下吧 他们日常就会吃这一个 之前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口感有点像什么 就是有点像是粉 但是就是更嚼劲更大一点那种感觉 朝鲜韩国会吃这个吗 就满足的 满足的嘛 和他们没关系 这又一种主食 嗯 好吃 你们分这尝一点吧 我看一下这个朝鲜这边 已经看不到东西了 天生的 嗯 嗯 对面已经黑了 完全了 哦 厉害 对 然后这边就是 丹东的广场 我们刚刚吃完饭 嗯 从这边这个阿里廊 对面其实就是朝鲜了 但是像深海一样看不见 往那边就是海 那个就是有一大桥 断桥就在那旁边 断桥就在那旁边 一块一百多块钱 我还几个几个小鹿 一块一块一块 闷子啊什么的 好吓人 我不愿意上镜 这是什么做的 加的是个谈料 虾油 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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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麻酱 哪个是关键 这个是关键 麻酱是关键 生的有个口味 蒜汁 好了 过去来了 好嘞 谢谢 船呗 你船吧 你去吧 蒜汁 找完马了吗 我还是找不上去 给现金吧 哦哦哦 有赞讯你们 哈哈哈 我得多咋吗 咱们到这里去 蒜汁 挺好吃 味道很多 味道很多 你这个 因为有麻酱有辣酱 哈哈哈 这个评价好好玩 你们福建小吃芝麻拌面 烤的样子 那不一定要 蒙子什么感觉 别吃的走了呀 你晚上就记得这个名字 你还没介绍呢 感觉就蒙子的感觉 就蒙了是吧 吃蒙了 主要今晚吃太饱了 走到断桥那儿啊 你现在在说 在做什么 因为它有可能会检查嘛 所以我 我说不定 有一些自己也不知道一些东西 然后不合适 然后我就 就把电脑啊 硬盘啊 什么的 能删了 全部删掉 嗯 因为我们从昨天到丹东到今天 就是当地的这边的 就是一些当地人都一直提醒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谨慎一点 所以呢 我们就现在准备把手机和电脑里的东西 都清理一遍 嗯 你现在是把软件都删了是吧 包括是没有人来批 请你的朋友 去不发生 要发生